TOKYO 按摩椅健康領導品牌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老師推車 YA 好開心喔 今天這樣 這台車在我們頻道 怎麼可能出現 好不好 這個要謝謝小六 幫我們處理到那台車子 順便讓小獅來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我也很久沒有遇到標誌的車子了 這次來到現場是408 它是這個GT的版本 它叫做什麼 GT什麼 Premium 相信在別的頻道也看過了 那今天它來了 我也是有一點像是拿到了一個新的玩具一樣 開箱新的玩具一樣 好不好 所以呢 因為今天這台車不是我們買的 如果略嫌保守 請自行解讀 哈哈哈哈哈哈 啊不然人家幫我們弄一個車來 我像是害人家動不到的車我怎麼辦 觀眾朋友也要見諒一下好不好 我們也是有一些人情壓力在啦 哈哈哈哈哈哈 非常具有設計感的一台車子喔 它用的是1.2渦輪增壓 1199cc 130匹馬力 23.5公斤米的扭力 前輪驅動八速手自排 我也去查了一下 應該是EAT8 愛信的八速手自排的系統 前面是麥化城後面的扭力量 它的車身長度喔 我在看影片的時候 我以為蠻大台蠻長的 可是其實呢 它大概就是比Prius 5多 8公分左右 不是同級車 為什麼拿這個車比 因為我覺得它後面那個鞋背的造型 比較類似啦 因為它這一次這個車子啊 不高不低 你要說它是休旅車 其實高度又不到休旅車 那你要說它是個轎車 又比轎車稍微來的高了一些 而且還做了一些防刮材質 你要說它是旅行車 後面給你鞋背 你要說它是五門車 它又太長 我們講不出狗水堵物像牙 我們就說這是不像 那這個引擎啊 我之前最早最早1.2天引擎 我印象我最後販售的車是208 208有個通病 正式皮帶泡在油裡面 很多的車友都知道 老舊了之後呢 屑屑會堵住機油孔 那就會造成引擎 有一些磨損潤滑不足 等等的一些吃機油的情形 那後面呢 應該改良過了 那它後面 我記得它的油電系統 就把它改成內鏈條了 但是據我所知 它現在裡面還是皮帶 那至於這個皮帶的材質 滑軌有沒有改良 那我就不知道了 好不好 這個就要觀眾朋友 自己去做功課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設計 我跟你講 這車的設計感真的是 我們已經看太多那種 模組式的設計 我現在已經看到市面上 每一台車後照鏡看到 你都分不出到底是大台還是小台 類似這種感覺 你一個CC ROV4 甚至新的亞綠石 那個車頭看起來都長得差不多 對不對 你一個BMW 從一系列到七系列 幾乎都差不多是那樣子 所以我們開箱了那麼多車 越開箱越有一種實之無味的感覺 提不起 JER 今天看到這個車 我整個JER都來了 呵呵呵呵 好看一下車頭的設計 這次把這個408字就直接寫在車頭 它標誌改新標在這邊 阿代407台語怎麼講 四空琴 哇你會講空琴 你不會講四零琴 四零琴喔 408咧 四空琴 好不是四零琴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這個只有台灣人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要唸什麼 速控板 就不會有那個四零琴的那種感覺 懂嗎 速控板 好類似這樣 這樣聽起來就比較不會有諧音的感覺 然後你看它這個集中式的這個線條 法國人設計就是這樣 它這個沒有任何的通風功能 但是它也要呼應 為了要呼應就做線條 然後它的頭燈是矩陣型的頭燈 只有在GT以上的版本才有 那最陽春它就只有LED 就沒有這個矩陣式的頭燈 然後它的設計啊 整個這個弧形啊 加上引擎蓋做這個弧形 很像一個拍 拍的形狀有沒有 所以法國人它在做東西 是非常的細緻 非常的細心的 為了一些零零角角的線條設計 它真的蠻用心的 而且啊 在這個地方的折線 你還可以看出一個 肌肉線條感 有沒有 一層一層 然後拉這個弧線 防刮材質加上 它這個是節能蓋 中間是鋁圈 但是它就塞了 一二三四五 五個節能蓋塞進去 我是覺得有點不夠殺 2055 19吋的鋁圈 那側面呢 也有它的這個不舊的新標誌 我覺得這個遠遠看 有點像以前那種 什麼藥旗鋁圈 還有什麼那種圖案 剛剛小六有問我 我還是喜歡以前的那個 嗯 我也喜歡 我覺得那個比較有標誌性 特殊性 對 因為這個遠遠看 真的看不出來 它那個形狀又很像 盾牌又很像保石捷影 法拉利 對 這種倒三角形 那就差別是在裡面這個圖 我是喜歡以前的 觀眾朋友 如果你也跟我一樣 你可以留言 那再來一個它是黑色的 後照鏡 好 側面呢 一樣有一個小面積的防花材質 再來我覺得它後面 最漂亮的線條 在這個地方 收了一個很尖的線條 為什麼要講法式浪漫 一切問題的答案 就是法式浪漫 側面這邊收的很有趣 那這邊呢 你看它側面啊 法國人設計都這樣 它在這邊這樣子拉上來對不對 然後這邊又給你一條線 我就問那條線的意義在哪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對不對 這條線感覺沒有也無所謂對不對 它就 它們做東西就這麼細 好 底下一樣兩個折線 這邊也收尖 然後這邊收尖 然後這邊呢 又做出了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那包含它的車頂 你都可以看到有點像 鑽石切削的這種 有人有腳的這個線條出現 然後我們從側面可以看 它的B柱非常的粗 有沒有 好 比起一般的車款都來的粗 在裡面看起來也是超粗的 整個那個寬度做得非常的粗壯 那它後面呢 也是這個染色的玻璃 包含這個水切 都是用這個電鍍黑色的 跟這個B柱的飾板是一樣的 天窗是選配的 在天窗選配我記得是6萬塊吧 大天窗不是旋景 可以開啟的 然後呢我們打開啊 你看到這個 AGR 這個叫做德國背脊健康 什麼協會 這是一個認證的一個標籤 我記得好像有些電腦椅也有 就是保護你的背部跟脊椎的健康 一個協會 它可能會為你的座椅做一個認證這樣 不過跟我坐起來感覺一樣 我覺得應該長途行駛啊 支撐性會蠻不錯 不容易疲勞 才有這個AGR認證 然後呢 它有附這個兩組的記憶電動椅 包含腰靠 還有電動按摩椅 在中控的功能可以調整 附駕駛座也是一樣 電動椅 但我記得沒有記憶 但是也有按摩椅的功能 好後面有兩個小耳朵 很像有BZ4X的既視感對不對 法國人有多浪漫 我就講 它這個大燈裡面啊 竟然是做浮雕的 3D立體的 我跟你講它大可以做一個光條給你就好了 但它不要 它要做一塊板子 3D反射 而且第二個 它大可以做一個大燈組就好了 裡面做分隔就好了 它不要 它就是要做一顆一顆一顆 它就是硬要這樣子做 真的你要省錢 你就是整片玻璃就好了 那裡面你要分隔 你就用線去割就好了 黑線啊 銀色的線啊 你去把它做切割就好 它不要 它整個形狀就是要做得非常的特別 這個才叫做造車的工藝跟精神 當然 我們要站在另外一個層面來看 價格不菲 這個衝突吧 就跟我老婆要裝潢家裡一樣 它想要的東西 客戶的預算 客戶的想法 客戶的預算 通常最後就是選客戶的預算那個部分 想法歸想法 付不起 就類似這種感覺 它這個真的就是有預算的做法 後面也是一個很大面積的一個保桿 全部都是防挖材質 然後就是它防挖材質硬要做呼應 又刻出了一些線給你 它就是要硬要呼應就對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法式浪漫 好 你不知道為什麼 答案就是法式浪漫 就這麼簡單而已 最頂級的才有腳踢尾門 那支援快速行導 但是64啦 這64分離 但是沒有很平 有高低差 那底下打開 一樣是有備胎的 還有安全警示牌都放在裡面 有它的家 那這裡有一個高低差 後行李箱的空間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我記得是463公升吧 沒記錯的話 好那這一次它這個是有選配NAPA的皮椅 所以皮質沒話說 這個選配我記得要9萬塊 然後它這個下面呢 椅子下面有一個 跟BMW的那個M版的設計很像 它可以延伸你的腿的距離 然後這個頭枕上呢 有不舊的新的MARK的烙印 首先看到的是很緊湊啊 就是它這個中船坐得很肥 然後門板這個也坐得很立體 往你身上靠 我一坐進來我就有一個很緊湊的感覺 再加上呢 它整個是做一個環抱式的 偏向駕駛座的一個設計喔 那覺得比想像中的還要擠一點 那這個當然最帥的就是它這個3D的 這個投影式的儀表系統喔 我就講了它大可做一個平板就好 它願意花時間做這個不一樣的東西 那中間還有一個法國國旗跟這個Pojo的這個英文的象徵 在這個儀表板裡面 而且你在發動的時候喔 它的發動螢幕跟啟動螢幕呢 也非常漂亮 然後不過這個讓我感覺有點小啊 好這個儀表的設計讓我覺得過小了 所以以我的高度剛剛好 我覺得跟BZ4S很像 可能比我矮一點就可能會被切到了 要不然就是你的椅子要調高 那對它的椅子我覺得是偏高的 因為我剛上車的第一件事情 我把它調低就後來才發現原來已經最低了 所以代表說這個椅子原本的設計高度 你看我其實離上面是沒有很多 而且現在是天窗拉臉開的狀態 如果拉臉拉起來應該會接近我的頭 那它的拉臉是手動的 駕駛座不是很好拉喔 它是要手動關起來的 手動的喔 手動的 手動開關 所以拉的時候要轉身 然後最陽春的我記得是榮布椅 然後天篷是灰淺色的天篷 不是深色的天篷 然後呢中間的這個中控台 都是假的軟質塑膠 加上這個黃綠色 蘋果綠顏色的車縫線 中傳呢是這種雙開系統 而且還有一個燈喔 而且這個燈很特別 你看它是有開關的 你看法國人多龜毛 像那個冰箱有沒有 家裡冰箱 你們要開 才會亮 感應到那個開關 它才會亮 你小時候我們去玩過冰箱 門裡面有一個圓圓的棒子 然後按按按按按 燈會關開關 你有玩過嗎 會啊 大家都會玩 原來大家都會玩 大家都會吧 小時候都會玩那個按鈕對不對 啊這就類似這樣喔 其實我 我們試過很多車 開箱過很多車 一個是裡面都沒燈的嘛 那大部分我試到的是 裡面有燈的話通常都是 開小燈以後它就會 很亮 那它為了這個 有多做一個開關 是比較坦白說 我自己覺得比較少見的 那它這個排檔的設計 還蠻有質感的喔 我以為它是一個 很兩光的一個塑膠 那的確它是塑膠的沒錯 但是它這個排起來 阻擬感非常的有質感 大家聽一下這個排檔的聲音 大家聽一下這個排檔的聲音 它排起來是非常的沉 然後非常扎實的聲音 然後包含它的這個棒子 它的波桿的阻尼桿都設計的非常好喔 包含所有的這個方向盤上面的按鍵 跟車系統在方向盤上面 它的方向盤是上下平靶的 中間有一個GTE的字樣 那很神奇它就是這個雙譜式的方向盤 蠻可愛的 然後這個盤徑也很小 所以操控起來 我覺得打起來還蠻舊手的 當然它的這個中控的 電動窗控制的按鈕 就全部都是黑色 沒有烤漆的設計 只有扶手的地方 有小範圍的皮革 然後我發現它這裡有一個洞也蠻有趣 不知道這幹嘛 我發現這裡有一個洞 有沒有 然後它這裡有做一些快捷系統 聽說可以制定 就是有點像那個叫什麼 MacBook啦 MacBook以前不是有出那個 快捷系統的BAR有沒有 你看它這個新世代的東西 你看它是過場 很帥喔 它有按摩椅 貓掌 貓踏踏之類 你可以去選擇 所以雙電動椅 還有雙按摩椅 而且其實蠻好撥的 蠻滑順的感覺 蠻滑順的 它的椅子 椅面有一點往後傾斜 那椅子的包覆性 我覺得蠻普通的 好那我們來去看一下 它的後座的空間好不好 來一樣喔 小吃178公分的開車的坐姿 因為我比較喜歡坐比較後面一點 所以大家可能要斟酌參考好不好 那這個方盤也是支援上下跟前後 那我通常都是最後最下 所以呢 因為我的腳比較長 我也習慣坐比較後面 我都已經坐靠近鼻祖了 好那我去坐一下後座 看一下空間 大不大 前後距離蠻大的 但是高度一樣鞋背的關係嘛 然後呢 它一樣 這個椅面也是做這樣斜斜的 所以呢 你有點身體被往椅子塞 然後但是呢 它的椅背又做得很直挺 然後腰特別出來有沒有 保護你的腰 你看得出來嗎 這邊特別這樣鼓起來 然後這邊斜進來 所以它把你塞在這個地方 你這個地方是被塞住的 然後坐姿有點挺 我覺得坐姿有點挺 不能調嗎 不能調啊 不能調 沒有啊 不能調 那蠻挺的耶 對啊蠻挺的 那坐得很直啊 後面有出風口 還有兩個Type-C的充電孔 好啦 後座就是這樣啊 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上路試一下這車開起來如何 走啦 開了啦 Hoda Best is what suits you Yes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哇 這方向盤 我只看過下平板 你有看過上下平板 雙平板 方向盤 我記得它是130匹的馬力 所以 我覺得它在起步上面 會有一點粗糙感 不知道是哪來的粗糙感 它現在是這個 停車的自動熄火功能 有啟動了 然後我現在 如果等一下我把煞車放掉 它應該就會再啟動了 它啟動會有一個 烙烙烙烙的聲音 你知道嗎 有 就是會有一個粗糙感 這一次我們也要非常的謝謝小六 提供我們這個車子好不好 把那個秀一下 它真的幫我們蠻多忙的 包括我們能夠提供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一連串的信車的資訊 都是小六跟標哥幫忙的 好不好 大家也可以把它訂閱起來 他們這個車評在做也是做得很辛苦 然後它也願意提供給我們一些資源 跟大家一起分享 也是站在跟觀眾朋友分享的角度 才協助我們做這些事情 它邀請我們試這台車 我為什麼會答應就是因為 第一個它的特殊性 因為我從406之後呢 基本上對於標誌的車子 已經沒有太多的琢磨了 包括我店裡面也都沒有在販售這樣的車子 那這一次的408呢 原本它邀請我說 我以為是一個四門的車型 叫車的車型 結果沒想到是一個比較像是 鞋背 跑旅嗎 旅行車嗎 好隨便 反正就是蠻特殊的 而且看到實車以後 我覺得真的不負我的所望 就是讓我有耳目一心的感覺 這個雙平靶方盤好用 你看我這樣轉彎的時候有沒有 我可以抓住上面的平靶就直接彎了 握感覺非常好 那我發現一件 因為我現在是方向盤弄到最低 而且我覺得它的椅子坐姿偏高 再加上我本身178公分 我這樣看下來是不會擋住的 但是如果比我矮 像阿呆來做應該是會被這個稍微擋住 稍微穩 對不對 所以這個蠻看駕駛的身高 除非你坐椅在調高 我現在坐椅已經是調到最低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坐姿也是偏高的 所以我離天花板其實也是蠻近的 甚至有點壓迫感 因為我是習慣坐姿坐最低的人 那它的最低還讓我覺得稍微有點偏高 這個是駕駛習慣的問題 所以再次強調就是 小師在跟大家分享任何東西 裡面有很多主觀的成分在裡面 就是我的感覺跟大家分享 那它不代表真正的對跟錯 好不好 好 那這個 旗帶的法式底盤 我看到現在我一個最大的一個感覺 就是跟我以前印象中的法式底盤 有那麼一點點的不一樣 以前呢我心目中的法國標誌車的底盤 應該是那種 鋼中帶柔 柔中帶鋼 很像在打太極的感覺 它做得非常的協調喔 就是說它在舒適的時候呢 又不會讓你覺得 像船一樣的搖晃 它是非常有彈性的 回饋是非常的快 但是呢你在需要在一個激烈超駕 或是彎中呢 它又可以帶給你非常好的支撐性 非常流利的運動感 這就是我以前的 對於這個法系車的底盤 以前很多年輕的人 包括小六的年紀 包括阿呆的年紀 可能聽到很多人說 哇法國車的底盤很會做做得很好啊 因為法國多山丘 所以他們對底盤非常的專嚴等等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話語 但是你們不知道到底厲害在哪裡 那對於我來說呢 我剛剛說了 跟我的記憶中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一樣的點是在於說 我覺得它現階段的底盤設定 有一點偏硬了 因為那時候的406 它針對的是屬於一個中型偏大型 中大型房車的一個設定 所以呢它是一個非常舒服的車款 那到現在的408 我試到呢 坦白說沒有之前的那個尊榮感 以前的那個標誌406 是要讓你上去覺得那種尊榮感 做起來感覺 開起來的感覺 但現在這個408 我覺得比較運動化 哇它連接近障礙物的那個都浮出來 那開這邊會忍不住一直看它的儀表板 不是你會想嘛 我們曾經以為說 儀表板以後可能就是平板 那它願意做出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非常值得鼓勵 這才是真的有認真 還在認真的想要延續 所謂叫造車工藝 這四個字 現在已經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車子的製造 他們沒有在想什麼叫造車工藝 他們只在想說 要怎麼樣把成本降到最低 我真的覺得看到這儀表 我只能講說佩服 真的 它沒有必要做這件事情 它一樣跟大家一樣做一個意境就好了 又省錢又簡單 又可以模組化 軟體灌灌就好了 面板跟人家採購就好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剛好在隧道裡面 它車側有這個光條 而且啊 它連同這個儀表板的下緣 跟中控台這邊 都有做這個紅色的燈的點綴 那我覺得呢它的底盤呢 是稍微比較偏硬一點點 比較負運動感一點 但是我覺得 過一些坑洞的時候 它的底盤的處理 真的很好 但真的彈跳 比較沒有以前的 四系列的那種高級的感覺 而且呢這個變速箱的設定 我覺得還不錯 它設定的在這個 中高速的加速的時候 滿好開 雖然它只有130匹的馬力 但是其實它在80到110匹 這個區間的加速 我覺得是 滿有那個力道的飽足感 載上去我不知道啦 因為載上去就超速了 哈哈哈哈 但我覺得不足的是在於 起步一檔換二檔這個之間 覺得粗糙感就稍微出現了 有沒有 嚕嚕一聲有沒有 會有個嚕嚕的聲音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 雙禮合器 後來我去查了一下 這個變速箱是 這個愛信的EAT8變速箱 就是這個8速的手自排 所以應該 我看起來應該不是雙禮合器的 但它開起來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個起步的那一下會有 雙禮合器感 但是呢速度上來以後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 你像現在轉速偏低 在2000轉左右 其實你可以感受到它的 引擎的不足 還有變速箱的銜接 感覺比較沒有那麼的Smooth 但是呢 當轉速上來之後很好開 你看它底盤碎震的處理啊 你知道有坑洞但你不會不舒服 很神奇齁 你認真想要去感受那個坑洞的衝擊的時候 沒有 沒有衝擊 有沒有 有沒有 吸掉了 很屌齁 連那個減速帶都一樣 然後它的彈跳 不是那種不舒服的 然後來加速一下 有沒有它的低轉速比較沒有力 然後感覺到有一點粗糙感 你看 就是這個 有沒有這個起步 會有一個震動 然後會有一個嗡嗡嗡的聲音在前面 我就覺得很像雙離合器的那個 離合器結合的聲音 這個就讓我覺得比較 突兀一點點 來我現在第三 我用手自排這樣 降到第二架就說了 好 力道滿好的 它支撐性滿好的 超好的好不好 大家可以注意喔 我在這個過彎的時候 阿呆的身體其實不太有太大的左右傾斜 嗯 不過這個輪胎過彎極限有點低喔 很快就叫了 大概五十幾就叫了吧 不過因為它這個是靜音胎 節能胎 對 節能胎 它是節能胎 所以它的那個 我覺得它的 那叫什麼 極限比較低一點 不過開車車要善用手自排系統 因為它八速的 一千兩百CC給了八速的變速箱 其實它檔位跳得很快 上升很快 所以你很容易會產生那個 轉速太低的狀況 五十幾輪胎就叫了 有沒有 才四十幾耶 好 這個 輪胎跟不上這個底盤 所以呢 開皮 可以換 當然你是想 享受操控的人 好不好 這個就真的是指哪打哪 好 大家可以從這個中間的鏡頭觀察 我在 過彎的時候 阿呆身體的側傾其實是不是很大的 阿呆你覺得是它的 呃 座椅支撐性好呢 還是因為它的底盤 對於側傾的抑制好 我覺得是底盤 你覺得是底盤 因為椅子沒有很包啊 椅子沒有很包啊 那當然你才知道什麼叫做法國車的底盤 功能就是這樣 它沒有德系車的那種鋼硬桿 真的它就是有一種柔中帶鋼的感覺 所以開山路是很愉快的 它開起來喔 你會忘記它的車場 忘記它的體積 那不是的 其實它體積還蠻長的 它蠻大台的 對 其實它還蠻大台的 欸 高輕啊 你看那個銳利度 我跟你講 我們拍了多久的 開箱了多少的車子 我只記得打開應該要很多小小的噪點 在那邊動來動去 哇 看到這個螢幕就賞心悅目了 賞心悅目的感覺 欸你看我方法反過來 我還以為方法是正的 有沒有 我方法明明就反了 我以為它是正的 靠點 怎樣 50公里過彎就 輪胎就B了 如果想要享受更高階的操控感 胎皮要換 我是覺得整個鋁圈都該換掉 我覺得用鋁圈蓋看起來就 嘖 真的有點娘娘的 不過我蠻意外 它的130匹開起來 沒想到力量蠻薄的 好啦 那因為畢竟我們是二手車商 那我們這個跨區來開箱這種新車 你叫我要拋棄掉二手車架不談 其實說不太過去 標誌這個車款一直都是市場上比較冷門 它自從它406、206的那個全盛時期 過了之後整個走下坡 然後可能因為這個 不管原廠外廠維修資源的 降低跟減少 那其實它中間呢 停滯了一段時間 也失去了很多原本忠實的顧客 坦白說其實它以前 沒有它會做底盤的車廠 大家底盤也越做越好了 所以呢當然它的底盤還是很細緻 調校的還是很棒 但是呢 差距已經不如以前我覺得的那種差距感 已經差距不大了 但它還是棒的 只是說我覺得其他的車廠 對於這個東西 底盤這個調校已經迎頭趕上了 它是沒有超越 但我覺得已經迎頭趕上了 顯得它的競爭力沒有這麼的足夠 這麼的強了 那二手車架是沒辦法撇開不談的是說 這個車因為數量的關係 那因為我講的 維修據點外場維修難易度的關係 我覺得折就不會太小 雖然我已經很久沒有經手過標誌的車款 但是呢有一些觀眾會來問我 那我會幫他們尋駕一下 因為我們已經滿久不熟了 那尋駕一下通常都是二到三年 差不多就要折半 所以那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 但是呢坦白說 折半是你車廠給的價格 通常消費者聽到折半他不會買 因為他覺得真的差太多了 所以通常這個車呢 朋友之間、社團之間 轉手交流掉了 所以這種標誌的車款 要留到二手車四面上來的數量 其實坦白說真的是偏少 好不好 那這個很少 因為我們都開箱自己買的車 那很少開箱不是我們自己的車子 非常謝謝七號車庫小六標課 給我們這個機會 可以試一下這個 我們沒試過 在我們節目不太會出現的車款 如果喜歡小師 這種類似開箱分享我們 不是我們自己買的車的話 也留言讓我們知道 雖然我相信 講得比較保守 如果看我們節目久的人 應該都可以聽得出當中的差異性 好不好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非常感謝小鈴鐺 再見 掰掰 beams 魈北 魈北 魈琴 魈北 魈北 by bwd6 阿大你覺得你是一個很自律的人嗎 自律哪方面 就你的生活是很自律的 沒有啊 你不自律喔 我很自律喔 我昨天擺爛今天也很擺爛 我人生中堅持最久的一件事是什麼你知道嗎 幫手機充電 我今天是我人生堅持最久的一件事情